如果民進黨沒有夥伴 在國內就要打擊地外院長 問題是民進黨夥伴的話 是不是很擁有問題 民黨單獨夥伴 院長一定是游院長 他應該是反而在心 事蹟報仇吧 這個事情 普提本無事 何必就成來了 民黨單獨夥伴 院長一定是游院長 請柯仁澤不要來蹭我身量 這一頁就喊過去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很抱歉 這個空間很小 就說 想外語想外的來說 好 好啦 這個 這個 要算是有話 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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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極對抗 我倒覺得這一次 如果可以真的在國會三黨不夠派 這組才會是一個機會 不然你覺得 兩極對抗 一組上來就把另外一組擔走 另外一組上來就把另外一組擔走 如果可以形成一個三級的狀態下 互相牽制 也許可以讓國家有機會比較可協 當然我也承認會有一些 一些運動上面的小摩擦 如果在久了以後 三黨不夠派的結構 所以讓這個政治比較 不會陷入那一種比較兩極對他們的面 這是我的想法 所以我那一天在立法院 那個 如果民進黨沒有夠派 他不會就越大 立法院越大 我問你是民進黨過外更換歌 就越能當你的 那我排測吧 我不是回省啊 我不是回省啊 我找不來 那 對啊 就這一句話 要不看過一句話 今天記得我在問 他說 可是以前老哥的很好 從現在開始講到他壞話 我先講齁 先講我壞話 你就跟妳說 然後就先講 我在台大當醫生的時候 那 在台大當醫生的時候 那 新竹的立法 所以很多人都相信 就算不如 需要到台大醫院 處院 然後他都拜託我 所以20年 那時候都會算 應該算業務廣安 我就這樣 那時候 你也不能拜託我處理 那我講 去年那個 新竹市長的選舉 讓我蠻驚訝的 一開始 大家沒理想 一直打一直打 因為有點奇怪 因為 政治突然帶著人家 我們是人性 啊 這麼多年的朋友 我看我們突然 一剎那些 寬點 我看你 後來慢慢知道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來從政靈 譬如說 不想去從政靈 就 既然上面我有這個機會 就把他來做 所以對我們來講 不管是事業 還是什麼 可是 對他們來講 他們真的把這個 政治當作 吃香喝辣的 一個權利的來源 我發現 我發現 我們 我們講 市長到現在有什麼 在政策上的失業 我們現在來看來 就不太遠 那 民進黨 剛才 在2016年 全民進黨 就是 是不是那一件事情 你知道 對我來講 我覺得 好像台灣 台灣政府 正所第一次全民進政 我們政府高興 我們台灣要派遣 我們小月說 衝刺台灣 任何台灣人 不需要 因為他的認同的挑選 對不對 我一直以為說 台灣衝刺 要去做一個和諧的設計 大家就彼此包容 沒有想到 那 我會變得特別要求 所以我剛剛想說 我們要相信 要相信 市府 要相信 就是 因為 我在民進黨的身上 我真的看到那一句話 全力是神魅化 絕對全力是神魅化 絕對全力是神魅化 我剛剛想說 我們一直拿這個 30年前那個黨外約 怎麼會不相同 我跟你講 以前民進黨還有神經党 現在民進黨還有神經党 這種角色 我猜 我猜 你發生什麼 所以 所以你看 2011年太要發協議 當民進黨信誓旦旦 要推動什麼兩岸協議監督條理 7點 他們自己執政後 現在7點 也沒有辦法 所謂平正是不太講 我想如果要講這個事 我要講什麼 找房間來講會更 更清楚 但是這什麼叫執政奧曼 他們都後來開始挖議 這個叫封存三十年 你知道為什麼封存三十年 你講到什麼 因為那個被堅持催促的期限 不過沒有用 只要正南無地馬上會被解封的人 可是為什麼會有這種視線 這個執政的奧曼 我後來發現 我們台灣 其實 改革還是要從內地改革 什麼意思你知道 我講一個政治的歷史 我們那個新北那個議員陳志全 我在議會就質詢那個說 這個佛永平這個要選總統 他那個拆經紀錄 叫他交出來 結果那個新北市這個不交就是不交了 他也沒辦法 所以常常是這樣 立會對 其實我們台灣夢見的 立法部門對 政策部門的進步 那效能還是不正 這個一個事情 他不交就不交你 看誰 所以從這樣的道理 每個人都知道三 你那個衛務部有開會 然後再看是煙開的 你有買疫苗 那個合約拿出來看是煙開的 他當然會講說 這個合約有保密調查 我跟你講 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當過官的 不要騙老婆 簽約前要保密 簽約前要保密 簽約以後一定有一個簡易期限 就是說你簽約以後 理論上就要公開 這絕對不會有辦法 沒有讓人說 簽約以後 永遠不能公開 沒有這個 我認為在法律上 規約不會有這種規約 可是為啥他敢這麼幹 就是 行政權不大 這是目前台灣的情況 你看看 最好笑就是那個 那個檢討性昭寶制度 結果明鏡場的人以為全部通販對票 我就想說 欸冠雨你在哪裡 欸你不是每次 喔 每次那個 欸什麼柯恩哲思言啊 抽你 我逼得跳出來 遇到這種事 遇到明鏡場的那個 性昭寶制度 你怎麼都不見了 對不對 我也說也是這樣 這也是當時 黃柯燦附的一個體面 他說 欸我來參加台灣民眾黨 啊如果 你說我們今天跟意見都一樣怎麼辦 我說齁 台灣民眾黨成立到正在 四年齁 我們在立法院 還沒有用過假擊動員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我還是相信說 我更快要我剛剛講說 如果真的要假擊 我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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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 他兩次被不用 不用手揮擠 其他的 公民安民進黨 他們如果假擊動員 沒有來要花錢 那我 就說 有兩次被不用花錢 不過到現在為 什麼都沒有用過 為什麼 你知道 我 認為 市非對錯 當然 有幾位 比較兩來的狀況 但是 90% 至少 Cast 市非對錯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有一两次说 他真的有困难的办法 后面可以理解 我要跟大家讲 是非对错 固然有两难的局面 但是绝大或是终后 大家都想 所以所以说台湾移动 拿不到正常 没有用过假移动 因为大家讨论你后 是非对错大家都很明确 还一点都比较真实 你后面是对谁关注对什么 大家的名字讲 他事实上我们 后面有绑地也比较少 在10年20年我不敢讲 至少在过去四年讲 我们的五个立法院 在立法院相当独立的形式上的准利 而且经过一种局级的讨论 发生没有远见的质论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用过假移动的言论 这个就是 以前我不知道意识前态对国家的伤害就是这个 民进党有两个层纸牌 一个态度一个反折 反折是这样的 当然是这样的 反折 我希望它是科学不是宗教 你知道科学跟宗教有哪个地方不一样吗 宗教就是你不能怀疑 你不能说你要信基督教我还怀疑上帝的存在 你都怀疑上帝的存在 你要信基督教在什么 所以宗教的分化也同意 科学是说 如果你讲得出规律 讲得出新的正义 我认不代表 你竟然把反折当作宗教 你是当作科学 这就是我们进南部看 光电会如何处理 如果到正常状况下 风电光电 按照正常成绩发展 那一步到OK了 更过了 再把回电停掉 再把回电停掉 你先说2022就要停掉 停掉又变得不够 然后强迫光电 他的光电就要 开始快速光电风电 你看看 他风电进来就要求他要 最快的速率去 去把它做点 不然2022要非由家人变得不够 所以你看看 我们现在一度店 卖3块多 那个光电买5块多 剩下买到9块 台电过去2年亏千 亏等亏4千亿 我跟你讲 沙头胜利有人做 陪天真有人做 台电2年亏4千亿 可以拿着搞磨磨 啊为什么这样 我对意识前代是很大问题 因为你要把光电风电 要快速拉上来 就砸钱 不然你不砸钱做不起 可是钱一砸下去 为什么开那租电 八十八千多 如果我们是一个很正常的运作 就招标 公开后面 一定招标整理 就算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气 也会少很多 可是砸很多的钱 硬杆的时候 你要硬杆 一定要关上高级 不然那个光电风还怎么会过 再来遇到反方的夥伴 可以到啊 所以为什么台南真的有八十八强 我去南部看六光 怎么就这样 还有啦 不是说光电不能做 但是 要不要拍一点老片大家讲 其实任何东西 我快要发现 时间是有很重要的东西 慢慢做 都可以 但没讲说 你什么都算慢做 这个国家怎么办 咦 展霸动 展霸动